日本黑布丽山风景优美壮丽 是台湾人最爱的旅游圣地 就连云林这位39岁的妈妈也心动 上个月付了大人28900元 小孩5000元的旅费 跟着旅行团出发 但没想到回国却遭人到社会局指控 虐童 而且我的资料只有给旅行社 因为我的电话手机完全没有给团友 没有任何人知道 那去通报社会局一定就是旅行社受泄露 这位妈妈表示这是第二次 带一岁六个月的儿子参加旅行团 出发前就告知导游 因独立照顾小孩 希望游览车座位能在前座 但抵达日本时 隔天早上看到他 大家都上去了 我只能自己上去抢 他说个平一本是自己上去抢 最后团友让座 妈妈才坐到第二排 但车子行进中又有状况发生 团友可能不太接受 弟弟在中午要五岁的时候会哭闹 也会有大便 然后在车上会换尿布 那团友就会跟导游反应 弟弟在哭的时候导游直接命令我 走到最后面去坐 妈妈顾及安全表示拒绝 团友反应尽失 小孩在吵了 妈妈你为什么不把小孩抱去后面呢 还骂我是烂妈妈 回到台湾 他东西遗留在日本 请旅行社帮忙询问 并告知客服 导游在游览车行径中 要求他移动 客服解释是为了顾及所有团友 结果这通电话 成了团友在群组 霸凌他的开端 五分钟之内 马上就有人说 是导游不是保姆 请搞清楚 还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音 我在群组 他就是导游集体 团友霸凌我 事后社会局还找上门 指控他虐童 妈妈怀疑是旅行社泄露各资 但旅行社反驳 反指控这位妈妈 热水瓶烫伤了他自己的baby 那又骑水套 骑了水套之后 他还去骑温泉 把小孩绕在那边 团员们看在心里 会觉得说 那你这个小孩已经水泡了 要不要去救医 他又说日本救医太贵不要 妈妈解释 小孩烫伤后 他向导游求助 对方不理会 他才询问台湾友人处理方式 至于泡温泉 他先安顿好小孩 全程看顾 并无放任情况 社会局上门了解后 表示妈妈和小孩互动良好 烫伤纯属意外 其他旅行社表示 虽然不会拒绝家长独自带两岁以下孩童出国 但家长最好自信评估状况 以免自己受苦还影响其他团员 对方中心云林报道 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 这个媒体是属于你的 苹果新闻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素智仇取杂的 被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